同学们,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。 我们上一节课呀,学过了生母,姬,妻,西。 这一节课呀,我们继续进行生母的学习。 快来看一看,我们这一节课要学的生母是哪些吧? 哦,它们就是姿,呲,丝这三个生母。 接下来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。 这个生母宝宝呀,就在这一幅图画当中。 看看这一幅图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一个小姐姐,她正在黑板上写字,对不对? 那么她写的是什么呢? 她写的呀,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学的生母宝宝,就是姿。 和老师一起来念这个生母宝宝,姿。 姿,在发音的时候呀,大家一定要注意, 用你的舌尖抵住你的上下牙齿的齿缝,放平舌头。 这是一个平舌音,千万不要让舌头翘起来哦。 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,姿,姿。 哎,她呀,就是小姑娘写字的这个字的生母,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记住她的发音了。 认真写字,姿,姿,姿。 认真写字,姿,姿,姿。 非常好,接下来呀,我们把姿宝宝送回她的家里吧。 我们一起来看,姿宝宝住在四线三格中的哪个格呀? 她就住在四线三格的中格里面,对不对? 那么我们来看,姿宝宝,她是由几笔写成的呢? 哦,她是由一笔写成的。 我们来看这里,先是一横,再是一折,然后又是一横。 她呀,就住在中格里,书写的顺序就是横,折,横,非常好。 那么同学们,你们来认真观察一下, 这个姿宝宝,它长得特别像我们的一个数学中的数字。 哪个数字呢?就是二。 只不过把二的头压平了,对不对? 我们来看,我们记忆姿的书写的时候,就可以这样记了。 像个二字,姿,姿,姿。 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哦,把二字的头压平了, 它上面可是一横哦,横折横,像个二字,姿,姿,姿。 同学们,你们学会了吗? 那么为了奖励大家呀,下面就有四个小朋友, 分别是小绿,小粉,小蓝和小黄, 给大家送来了一个礼物。 什么礼物呀?就是他,他呀,就是整体认读音节, 姿。我们刚刚学的这个字,写字的字,就是由他读出来的。 那么你们来跟老师一起读一下姿的四声,好不好? 老师先来教一遍,他的四声分别是姿,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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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来组个词吧,比如说用三声紫来组一个词, 你先想到的是紫色,对不对? 那么下面呀,我们就来唱一首跟紫色的东西有关的儿歌, 帮助你来记住这个整体认读音节。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吧。 紫色树,紫色花,紫花开了结紫瓜, 紫瓜饼上长小刺,紫瓜里面装芝麻。 同学们,你们看到了吗? 这个呀,就是紫色的紫。 它的发音呢,就是整体认读音节的音。 我们一起把这个儿歌再来读一遍吧。 紫色树,紫色花,紫花开了结紫瓜, 紫瓜饼上长小刺,紫瓜里面装芝麻。 同学们,你们读得真棒。 那么接下来呀,我们就来学习 紫和孕母相拼的拼读。 我们来看一下,有哪些孕母宝宝可以和紫相拼呢? 第一个孕母宝宝就是阿。 那么阿和紫相拼,生母滋,孕母阿, 连读起来就是紫阿,紫阿。 那么老师问你,它的二声应该是什么? 紫阿,紫阿,你比如说,啊,有个东西砸到我的脚了, 就是这个,紫阿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孕母宝宝。 第二个和它相拼的孕母宝宝呀,就是阿。 那么它们连读呢? 生母滋,孕母阿,连读就是自阿,自阿。 同学们,你们读一遍,自阿。 那么你们可以把它的四声给老师读出来吗? 老师听一听。 自阿,自阿,自阿。 非常好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来看第三个孕母宝宝。 和紫相拼的第三个孕母宝宝呀,就是乌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。 生母滋,孕母乌,连读就是自乌,租。 那么我们把租的四声也来读一下。 租,租,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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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比如说二声你可以组一个词,它的二声是足,你想到了,足,足,球,比如说它的三声是祖,用祖来组一个词,你就可以说祖词,对不对? 对,特别有意思,是吧? 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更难的了,挑战来了。 接下来的这个呀,就是自的三拼音节了。 我们来看,第一个是自生母,第二个是乌,运母,对吗? 哎,同学们,虽然乌是运母,但是在这个三拼音节,它在中间的时候呀,它做的是戒母,对吧? 那么,乌,它是运母,那么生母滋,戒母乌,运母欧,它们连读就应该是生青戒快,运母亮,自乌,作,就是我们的三拼音节,作。 那么,你告诉老师,它的四声是什么? 分别是,作,左,左,做,比如用四声来组个词,做,做事,做事情的做,对吧?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生母宝宝吧。 第二个生母宝宝呀,也在这个图片里面。 同学们,你们看图片中是一个什么? 一个小动物,它就是小刺猬,弯着腰。 那么,老师把这个小刺猬的形状给你描一遍,你会发现,它呀,就是我们即将要学到的下一个生母,就是呲。 和老师一起念,呲,呲。 呲,在发呲的这个音的时候呀,同样要把舌头放平,它是平舌音,用你的舌尖抵住你牙齿上下牙的中间,但是它和呲不同的呀, 是它要送气,你把手放到你的嘴前,你说,呲,是不是没有气流? 那你再说,呲,感受到气流的通过了吗? 再来和老师读一遍,呲,呲,呲。 哎,这个呲呀,就是刺猬的呲的声母,我们来看,我们就可以这样记忆呲的发音,小小刺猬,呲,呲,呲。 再来跟老师读一遍,小小刺猬,呲,呲,呲。 好,我们继续往下看,把这个呲送回他的家中去吧,呲呀,住在四线三格的中格里面,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呲是由几笔写成的呢? 它也是由一笔写成的,看这里,在中格画一个大大的半圆,它就是呲。 注意,可不是整好的一半的半圆,它是一个大大的半圆哦。 所以我们呀,就可以这样来记呲的书写,就是大半个圆,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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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跟老师读一遍,把两个口诀连到一起读,小小刺猬,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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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大半个圆,呲,呲,呲。 同学们,你们读得真棒,那么为了奖励大家呀,这四个小朋友,小蓝,小粉,小绿,小黄,又给大家送来了一个礼物。 它呀,就是呲的整体认读音节,呲。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,呲。 那么下面呢,同学们,你们自己把屏幕上的呲的四个声调都来读一遍,好吗? 老师听着呢,你来读吧。 呲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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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呲。 非常好,同学们。 那么,比如说,老师让你用其中的一个来组个词吧。 比如说,呲,呲,呲,你就可以说,呲呲,对吧? 你比如说,呲,你就可以说,呲语。 非常好。 那么下面呀,我们就来学一首非常有意思的小儿歌,一起来读一读它。 它的这个小儿歌中呀,蕴含着几个字,他们的生母都是呲。 特别好玩,你们一起来看。 小粗心,去打醋,拿着醋瓶真糊涂 小粗心,真粗心,打了醋瓶撒了醋 同学们,你们找到那个生母是呲的字了吗? 对,它就是这个粗,粗心的粗和这个醋,打醋的醋 它们是由呲和哪个韵母相拼? 呲和乌相拼的,呲乌粗,对不对? 同学们,再和老师一起把这个特别可爱的小儿歌读一遍吧 小粗心,去打醋,拿着醋瓶真糊涂 小粗心,真粗心,打了醋瓶撒了醋 它是不是特别粗心呀?去打醋了,反而把醋瓶子打了,对吧? 同学们,你们可不要学习它 不要把这个粗心这个毛病带入到你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哦 感谢观看